我們看第14題 它說這樣一個彈簧從自然長度是12公分 就是0.12公尺 伸展到15公分 0.15公尺 所需要的力是30牛噸 也就是說你拉長了多少呢? 拉長了0.03公尺的話 需要30牛噸 那我把它的力 跟伸長量 0.12公尺的時候伸長量是0 0.15公尺的時候伸長量是0.03 我們知道彈簧的揮霧力跟伸長量成重比 所以是這個 當它伸長量0.03公尺的時候 它的揮霧力是300 所以外力要30牛噸 這外力F 30牛噸 好,那我現在要算做的工 我們知道做的工 這個工的話是F和X的 如果你一點點工的話就Fdx 把這些工全部加起來 所以工的話是這樣定義的 那現在是從0 伸長量從0 伸長到0.03公尺 那這樣等多少 好,我們知道這一條直線 就是伸長量的 這是伸長量不是長度 不是那個彈簧長度 是伸長量 它跟那個外力的關係 是誰分的關係呢 這斜率 M是多少 等於是30 除以0.03 好,這是標準單位 所以是1 10的三次方 鞋類10的三雙 所以這F等於多少 F等於那個 斜率 斜率是10的三次方 乘以Δx Δx我用y來代表 我用x代表 我這代表伸長量 Fx 這裡x是伸長量 不是圓長度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又等到 等於是0到0.03 10的三次方 x dx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等於500 S平方 0到0.03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500 乘以0.03的平方 就是9 乘以10的 乎4次方 那就去掉兩個0 45 乘以10的 乎2次方 1 多加 1 0 45 所以答案是0.45焦